热心观众网上交流 网上观众小芳 小芳和她的爱人结婚七年 小芳说我的丈夫对我还不错 但是几乎每个周末丈夫都不回家 不知道在外面干什么 小芳一直问她 她总是支支吾吾 不是加班就是陪领导吃饭 这件事真是很让小芳伤心 小芳和丈夫天天吵架 自己也很痛苦 有时甚至闹到准备离婚 但丈夫好像不当一回事 小芳咨询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女人也要保持神秘 不要让男人轻易看穿 她不是每个星期天不回来吗 那你也玩失踪 哪怕你周末在娘家待着 或者出去旅游 在好朋友家 哪怕你在外面闲逛 也不要让她感觉 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给她洗衣做饭 等她回来 男人多半都是比较贱的 总之一定要等到丈夫回去 你再回去 记住永远不要问她去哪里了 后来小芳听了我的话 还别说小芳的丈夫 真的开始紧张小芳了 爱男人多半是这样 小芳说 原来每次我都去丈夫那里了 有时丈夫还爱理不理 现在反过来了 丈夫对我特别紧张 问我去哪里了 见了什么人 我反倒爱理不理 保持神秘 如今丈夫变老实了 我也不用每个周末 再去闺蜜家蹭聊 也不用再去商场逛街 看商场里恩爱的男男女女 更不用再去打扰 父母正常休息 但是丈夫虽然周末不再出去 陪我的时间更多 但是我们的吵架频率上升 哎 真的很累 夫妻之间该如何相处呢 小便总结了以下几条 女人在婚姻中之所以被动 甚至觉得累 是因为多数女人 太把丈夫当回事了 又太把自己不当回事了 女人在婚姻里 如果太在乎男人 反而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男人反而不懂得珍惜女人 有些人就天生贱骨头 绝不能按照常规对打好 否则他会犯贱 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事实 感觉就像流沙一样 握得越紧就越容易失去 事实上 一个女人离男人太近了 或者女人总是希望 她的丈夫完美 所以他们经常使用高标准 来要求丈夫 结果是女人对男人 越来越唠叨 男人对女人越来越不耐烦 你们吵架 更多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你对丈夫的抛弃 挑剔引起的 事实上 爱一个人的 只接受对方的优点是不行的 看到对方的缺点 要学会包容 而不是反反复复地唠叨 或者可以在对方心情好的时候 点破对方 另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你对男人抓得越紧 越会让男人感到压迫 要知道男人 喜欢的是一个有自己的事情 有自己的圈子 独立自主的女人 还不是整天盯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你走了 不断地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 你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丈夫的不足 自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夫妻之间的矛盾 不断地充实自己 这次